男人悄悄来到汉奸背后 然后用绳子死死围住他的脖子 可就在这时 男人却发现了地上发霉的馒头 你怎么叛变了 我叛变了 还能是这样子吗 格尔旦在思索片刻后 还是决定先放他一马 但为了不被外面的伪军发现一场 格尔旦便一脚踹在刘牌掌身上 在走出监狱后 格尔旦赶忙将通行证还给老张 他本以为这件事会无人知晓 可没想到负责洗衣服的伪军 却在这时突然找到了卖女 麦子听闻立马去收拾衣服 但却发现口袋里的通行证不见了封面 这时他突然回想起 上午老张来过自己的办公室 一定是那个时候被他拿走的 为了搞清楚老张的用意 麦子并没有直接去找他 而是决定抓老张一个陷刑 果不其然 没意会的时间 老张就悄悄来到了办公室 就在他准备还通行证的时候 躲在门后的麦子突然出现 谁啊那个 不是我啊 是二代 麦子听闻觉得事情不对劲 于是赶忙来到监狱查看饭 而另一边的葛二旦 也得知了刘牌长没有叛变的消息 原来这一切都是鬼子放出的烟雾弹 为的就是引出潜入城里的八路 你人有病 救他出来了 啊 这不遭属啊 好在葛二旦在监狱发现了异常 不然刘牌长就冤死在监狱了 在交代完任务后 孟三便急匆匆的往回感觉 就在葛二旦思考如何救人之时 一位死刑犯突然从他的面前进入 向伪军打听才知道 这个人居然把杀掉的人做成了人肉包子 葛二旦听闻并没有过多在意 而是召集一旁的伪军开始完善 可这一幕却被麦子看在眼里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缘由 麦子便喊来老张询问情况 可尽管老张如何解释 麦子的疑心都并没有消除 甚至觉得从救下葛二旦到进城 这一系列的事都太过于巧 为了验证一下内心的猜想 麦子便把葛二旦喊到监狱 并且谎称每个加入伪军的人 都要杀掉一个人以表忠心 这是刘静 还不等葛二旦答应 麦子就递给他一把手枪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面 葛二旦便接过手枪朝里面走去 可就在这时 葛二旦却发现这个戴着头套的人非常严肃 没人包的 杀四个人 紧接着 葛二旦便毫不犹豫地朝他开了一枪 麦子见状满脸的不可知心 但他并不知道 其实葛二旦早就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 但为了演得更加真实 葛二旦还是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而麦子则表示鬼子留着他还有用处 现在不会这么快把他杀了 葛二旦听闻也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可就当二人准备离开监狱时 却被闻声赶到的鬼子军官拦住了去 我们刚刚处决了杀恒总的犯 处决了 为什么处决了 因为他想冤枉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过去 不料渣五那边却在暗中搞事情 并且决定对麦子的妻子下去 咱们此提下来大家 快速的时候 则帮我们下来